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久 魂体被金光包围送进Z国地府 大阎王爷高座堂上 不怒而微 斜眼瞪着下面的两个罪名 是一对夫妻 大阎王爷宠溺儿子让他走上歪路 自己儿子好色还要怪罪无辜的女孩 现在自己坦白交代 要不然我就叫明镜护法成绩 女罪灵 我是XXX的妈妈 住在XXZ国 我的儿子在外面认识陈XX 受她影响拜佛念经 修习心灵法门 半年后 儿子有一天回来告诉我女朋友怀孕想结婚 我听了很不欢喜 我不喜欢那女孩 单亲家庭 没钱 没门面 没高学历 怎么配得上我们家 我认准她是贪图我们家钱财 才靠近我儿子 偏偏儿子也迷了头 把女孩带回家 女罪灵 在家宴上 我没给女孩好脸色 我觉得她在高攀我们家的富贵 对她言语冷淡 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直接问她要多少钱 才愿意去打胎 小女孩听后很伤心 说不要我们家的钱 自己是个学佛人 不能打胎 我一直对她言语尖酸刻薄 女孩终于忍不住 哭丧着脸离开了 女罪灵 我儿子 在她走后 曾怪我怎么这么说话 我听了怒不可遏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从来没有不听我话 认识这个女孩后 就都变了 我儿子长得好看 我们家有钱 我不就怕孩子被外面的女孩骗财管着的 大言妄言 你儿子与陈XX本来就有钱事的缘分 他们原本就打算结婚 生下小孩 被你应声拆断 让陈XX去打胎 你仗着自己有一些钱 就欺负陈XX 可知你儿子与陈XX是善缘 今是同门佛法 修习心灵法门 就被你这个宠儿的余父 破了他们的佛缘 女罪灵 不曾想到陈XX会去轻生 我儿子也在数月后 撞车死了 大言妄言 那就怪在佛菩萨头上 到处诽谤 心灵法门 你也不想想你儿子没学佛念经钱 烂教女子淫乱 本来地府的寿命记录就是不能活过三十岁 你身为父母看到儿子如此也不管教 他念佛拜佛后 知道因果报应不敢 让陈XX去打胎 愿意担起责任 迎娶陈XX 你反倒叫他给前臣XX去打胎 还威胁如果不听话 就把他的信用卡给停掉 天下有你这样的母亲 如果换作是你女儿 被人羞辱欺负 你会如何做 别人家的孩子难道就能如此认你欺凌 大言妄言 莫与我狡辩 按诽谤佛法僧罪过 如无间容将地狱成绩 你和你丈夫的车祸是天界下 圣旨吩咐地府捉拿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天地万物 宇宙之间的真理 实相 下去领罚吧 不用求我 自己所造之孽 是自己承担 在女罪灵不断哀哀哭泣 对着大言妄言磕头忏悔时 弟子魂体 被金光包围送回阳世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160919 答 都是真的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受的报应这么重吗 本来大不了承担一些打胎之类的业障 但他诽谤心灵法门 从严处理到荣江地狱 无间地狱是没有时间的 只要你醒过来了 就再送过去 所以不要乱来 有些事情父母不要管孩子太多 儿孙自有儿孙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钱是缘分 他应差儿子姻缘 动人因果 最后自己和老公也出车祸死了 有钱算什么 钱买不到精神的 下面有很多审判 如果不是诽谤心灵法门的话 阎王爷也不会把童子叫下去 听审这个案子的 真的要当心 不要乱讲话